也算貴重物品,貴重物品為什麼要... No, I don't get it 我們還是反而... 我們上次講波 可以有同學來解釋一下什麼叫波嗎 我知道 某個物質在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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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行一個固定的方式 周極性的震動 那波的動能 它可以做什麼 可以傳遞聲音,傳遞物質 它沒有傳遞物質 不過我們傳遞物質 例如我現在這是一台浪 可是彈簧坡它不會把周圍的彩帶 給跑到別的地方 彩帶沒有跑到別的地方 它只是移動就回來了 它只是移動就回來了 像這個 有一艘船在這邊 假設這艘船沒有用螺旋槳 沒有動力的話 這個海浪在動,所以船會前進 不會 它不一定會前進 它不會 它就飄在那邊,不太會前進 就像有時候我們說 你一個帽子 或一個玩具 掉在那個水塘裡面 我們想把那個玩具給 別破了這裡 我們想把那個玩具給弄過來 你通常有些空空就可以丟 丟那個玩具的水塘 就你的玩具背景好了 假設玩具背景掉在這裡 那你想把這個背景弄回來 你又過不到它 很多人開始丟手 咚 丟到這裡,然後就一個水 一個水過就出去了 瞧這個船會不會到 那這心理作用 以前那心理作用超好玩的 對,因為前方會 撥過去了 撥過去了,撥過去了 那船都不會到 很好玩 那應該怎麼可能才會到 丟到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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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飛機斷了 那就只能用 就潑水 你如果從天潑水的話 新生一個水流 水會不會這樣流動 慢慢就會這樣流動 丟飛機也可以啊 丟飛機也可以啊 對啊,丟飛機 這個飛機才會慢慢飄過去 你如果丟石頭 丟在旁邊 新生水波 這水波沒辦法對飛機造型移動 OK,好 這是波的特性 波通常用來傳遞能量 他沒辦法傳遞他本身的戒指 雨龍,有聽見嗎 有 有齁 我沒聽見 你還在忙啊 好 波有幾個現象 我們上次有講過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再解釋一下 什麼叫反射定律 再講一遍 來,再講一遍 反射定律 什麼是反射定律 哈囉 思潔 反射定律 入色腳等於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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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一個平面 假設我們的光是這樣進來 需要入色腳在哪裡 入色腳就是 你要什麼 這是光線進來的 入色腳在哪裡 要用畫畫線 要用畫畫線 喔,先畫畫畫線 馬線畫出來 這個畫線在哪裡 在這裡嗎 沒有,不是,是垂直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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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心想回來 那個冠警 你在寫什麼 誰的 垂直 誰的 英文歌 這堂根是什麼 這堂根自然課 我可以先學英文課 這是什麼法線對不對 在路側角在哪裡 在這邊 這是路側角 所以反射定律的意思是 路側角等於反射角 反射角就在這邊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路側角等於反射定律 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什麼叫做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 接著不同的介質 會有折射現象 譬如說這是 空氣 這是水 光從空氣到水裡面 經過不同介質的 在這個點上是讓它有一點點反射 它有部分會反射 所以這個反射呢 有這個反射會看到什麼 有這個反射會看到什麼 有反射 我們通常在現實成果中 你會看到道理 只要這邊有一棵樹 你人在這邊 會看到水底下有一棵樹 會看到水底下有一棵樹 這樹就是這個反射過來的喔 這樹是反射過來的 那進到水裡面的光會怎麼樣 會有一個折射現象 會有一個折射現象 折射是往那邊折 兩棵樹把反射 反射畫出來 它會往哪邊折 靠近反射 這邊就有兩個折 一個是在這邊 一個是在這邊 一個是靠近反射 一個是遠近反射 是哪一個 靠近反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撥在水裡傳的比較慢 因為撥在水裡傳的比較慢 上次呢 這部分有點小小 我們至於講一個 以前大部分老師都會講的方式 我再講一遍 從這個A點 到B點 光它怎麼走 我們光它走得最快的路徑 所以它在快的地方 走多一點 慢的地方 走少一點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 這樣子路徑 這個用數學去解出來 它要最佳化 你只要知道 光的速度在這邊是多少 光的速度在這邊是多少 只要知道這兩隻之後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角度了 這是可以被算出來的 這是最佳化的角度 但是有另外一個說法 是以前學校大部分老師都這樣講 想像一下嘛 就想像一下 這邊有一部車子 它有四個輪子 那車子呢 往這邊移動的時候呢 假設 這車子在這邊跑得很快 這邊是地毯 跑得比較慢 好了 車子撞到地毯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是不是這個輪子先撞到 這個輪子先撞到 這個輪子變慢了 這輪子還跑得很快 這邊同學在幹嘛 現在可以騎著操 仔細聽 你現在操到那邊 等一下我又沒在騎 你又忘記了 這個輪子撞到地毯了 它變慢了 輪子 這個輪子才能跑得很快 輪子啊 車子的輪子啊 所以這車子會怎麼樣 會 車子跑來跑 這邊變慢了 這邊還很快 會怎麼樣 會轉彎 會轉彎對不對 會往哪邊轉彎 會往快的還是往慢的 往慢的轉彎 對 會這樣跑 真的 這種解釋法正確嗎 這種解釋法不正確 它只能幫助你理解 但是為什麼不正確 要舉個例好了 假設這輪子呢 這麼寬 一樣的車子 這個車子會轉的比較多 還是原來紅色車轉的比較多 白色車轉比較多 白色車轉比較多 轉彎角度不一樣 轉彎角度 你看它的快慢是一樣的 可是只是因為車的寬幅不一樣的時候 它在這裡又轉彎角度不一樣 所以這個解釋只是用來說 到你知道都容易聽得懂 容易解釋 但是它光的現象不一樣 光的現象要這樣解釋 這東西是在數學上是可以被計算的 等你不要高中的時候 你的高度物理就告訴你怎麼去計算 平常這簡單來講說 雲角是一個角度 定打角跟雲塊角 那你可以知道這個線有多長 這線有多長對不對 正常來講的話呢 它的一個點 你的腳上是x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看這個意思關係 就可以解釋出來 光的速度角度就是v1 這邊是v2 我這距離是l1 這距離是l2 所以l1出上v1 等於t1 對不對 l2出上v2 等於t2 好 那我又要求什麼 要求t1加t2的最小值 最小值什麼算 取一個微分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求出來 什麼時候 最小 什麼時候微分 微分就是取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算st圖跟vd圖 vd圖就是st圖的微分 什麼微分 就是求斜率的意思 斜率知道嗎 好 好 我們在st圖就看過那個線填這樣 就不要說斜率 好 這樣子 這個地方 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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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斜率 斜率 斜率越大的 比方什麼 速度越快 速度越快 斜率越小的 表示 速度越慢 好嗎 所以在這邊也是這樣 我們到時候 我要微分取學率 取它的微分數為0的時候 就是最慢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最小值 OK 這整個數學概念大概這樣 按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折射率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是可以被計算的 不過只要知道 它在兩個技術間的快慢程度 就可以算出來 好 這是折射定率 好 然後咧 我們來想看 這個波長 這個波的現象有幾種 我們可以討論的現象 我們解釋畫一個波 這是一個波 對不對 這個波形成我要怎麼做 我從這邊看一個形成這波 這波總能放在前面的 我拿到這條身上 我產生這個波 我要怎麼做 先向下再向上 還是先向上再向下 先向下再向上 先向下再向上 對不對 完成這個波 這個波 因為我開始抖的話 你往前進了 就是一個泡度上的圖形 就可以當這個身材這樣圖形 對不對 假如有持續這樣動 就可以產生第二個波 對不對 可以產生第三個波 對不對 我就可以波 一直一個波一個波的產生 好 就這三個波的行程 哪一個波是先被產生出來的 紅色 紅色第一個被產生出來 對不對 越靠近我的是越新的波 這是越舊的波 沒有問題吧 陳佑公寫 你們兩個公寫 你在幹什麼啦 公了什麼事 喔 先仔細聽 聽完回來好好想一想 對啊 好好想一想 我一想一想就會寫了 我就突然起包才開始寫 OK 好 起包沒關係 就要起包就好 對吧 好 就這個波來講 通常 假設 這個波 這個繩索拉的強度是一樣強 就很緊 我很鬆 強度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我這樣子抖 我的頻率是固定的 我的波長是固定的 這叫做波長 每個波 所走的距離 每個波 完整的波所走的距離 這叫波長 每個完整的波所走的距離 這叫做浪打 浪打 代表叫做浪打 等一下 浪打 浪打 那是什麼東西 浪打是希臘字 這是波長 波長 波長叫浪打 對 每個完整的波所走的距離 這叫波長 而且它的頻率會固定 什麼頻率會固定 什麼頻率 記不記得有頻率 收音機 收音機 收音機有頻率 對 那我們上次來講頻率 怎樣頻率 波小 頻率簡單來講 頻率這個單位就是赫子 這是赫子定義的 赫子這個定義的 整個頻率 整個頻率 頻率就是 每個週期波所動的 什麼週期呢 就是每個波的週期 每個波的週期 每個波的週期 每個波的週期有幾個波 一個波 一個完整的波 就是 一個完整的波的時間 叫什麼 一個完整的波的時間 叫頻率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到 我十個月 一個完整波 叫做 波 波速 波 叫做週期 一個完整波 產生一個完整波 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週期 對啊 對啊 我要抄一下 好 你可以抄一下 週期 簡單來講 你看 實在想 我這個圓 這是一個圓週 這樣是不是週 對對對 這樣是不是週 對對對 我這樣子所花的時間 叫做什麼 一個週期 比如這樣子花 三秒鐘 我問你 我這個動作的週期是多少 週期 這個週期是怎樣 週期 週叫做一週嘛 一個RUN 等一下 試過了 一個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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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輪 一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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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尾跟回合 到尾就周 圓周是甚麼圓周 圓周是甚麼 圓周就是 我們把圓的旁邊繞一圈叫圓周 對 我現在畫個 好 其他這個正方題的 周長是多少 甚麼意思 回合量是甚麼 底層要換層 對 就是這個邊走一圈 這叫周長 對不對 這邊有個弧 好 強調弧的周長是多少 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 就是 萬迴走一圈的長度 那為什麼 可是感覺周期聽起來就很像周 那 周的聽你懂了吧 那 起是甚麼意思 起是甚麼意思 就是 一段一段的意思 一段的一段的時間 對 所以 整個周期 中文的意思 今天要在一起叫甚麼 周期 讓我整個東西 從頭到尾完成的一段時間 這樣做嗎 給我這樣繞圈圈 好 我這樣繞圈圈如果需要兩秒鐘 需要 假設需要兩秒鐘 請問周期多少 周期 就是二 二嗎 那我如果一秒多 那是嗎 不對吧 我到一圈所需要的時間是兩秒鐘 就表示這個周期是兩秒鐘 對不對 這叫一個周期啊 這樣是一個周期啊 對不對 我如果這樣 好 好 請問我一個周期送來 哪哪叫一個周期 就是上完下完 這樣就算可以 從上到下 再回到上 再一個周期 對不對 完整一個周期 從頭到尾 對不對 也可以說從中間 先上再下 再回到中間 也是一個周期吧 對 這叫一個周 一個完成的周嘛 我這個時候 所花的時間 就是周期 這樣是OK嗎 對周期的定義清楚嗎 清楚 周期的定義是說 完成一個完整的 不管是圓 運動 或者是坡的運動 完成一個完整的坡的時候 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要周期 從這個地底來講的話 我紅色的坡 從這邊到這邊 就叫做一個周期 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一個周期 這樣懂嗎 好 周期知道了 周期我們定義叫大梯啊 因為它是用碳 大梯啊 好 周期知道了 我可不可以叫頻率 會叫頻率 什麼是頻率 每一秒說 每一秒說 每一秒怎麼樣 形成的坡 每一秒說形成的坡 或是說每一秒幾次 每一秒幾次 所以幾次 一次也是一個周嘛 一個周期的一次嘛 比如這樣喔 這樣就一次 兩次 好 每一秒說五次 那我的頻率又是五 五 好 兩個每一秒說五次 千萬周期多少 周期是 五 一秒鐘五次 那每次幾秒 每次 每次 每次多少時間呢 1秒鐘 0.5秒 0.2 0.2秒 是五分之一 對 嗯 嗯 頻率的代號叫frequency 叫做f frequency 好我們看一下 這之間是有對應的 我每一秒都五次 對 每一秒都五次 那周期的時候每次幾秒 我每次多少時間 所以 一秒鐘五次 我的周期是五 我的頻率是五 那我的周期多少 五分之一 好 假設我一秒鐘一百次 一秒鐘一百次 我的周期多少 一秒鐘五次 一秒鐘 不是一秒鐘一百次 頻率一百嘛 嗯 那周期多少 一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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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表示我到一圈 幾秒鐘 一百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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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周期跟頻率清楚了吧 幾乎 這條線呢 我調達得夠緊 通常我的頻率 我會說產生頻率是固定的 所以為什麼一個人弦 有沒有 我們在彈吉他 或彈鋼琴的時候 或彈喇叭琴 我所弦調琴的時候 這條繩子 不管你播大力 或播小力 聲音都是什麼 都同一個音 這同一個音嘛 它頻率是固定的 對不對 所以一個條件 只要被固定了之後 這個戒指 它所形成的鍋 頻率是固定的 腦袋有這個概念 頻率是固定的 所以你如果調聲音 應該是抖 那你要怎麼辦 調重調緊 調緊 調緊一點 張力強一點 如果太高呢 調鬆一點 對不對 調鬆一點 你的頻率會降低 調緊一點 你的頻率會升高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那有些像木琴有沒有 木琴 大根小根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你說我的啊 沒有 大反 咚 這個應該什麼聲音 咚 這個如果咚聲音是咚 那太奇怪了 高音 這個咚 這個是什麼聲音 咚 咚 對 可能這樣 咚 就比較高音 它大小會影響到它的頻率 所以你看那個鼓 這麼大一個銅鼓 會什麼聲音 啪 咚 不是啪 你又銅耶 銅鼓啊 螺啊 螺 螺怎麼會是咚 螺名就 啪 螺是 是 是吧 它聲音是很低層的 如果是小小的螺呢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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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知道在國樂裡面 他們是說 大螺 他們是講 啪 然後 小螺 是講 然後 那個 就是 啪 啪 啪 OK 那等一下 國後的關係 聲音會比較動 比較動 好 Anyway 我們要慢慢知道 慶是釘 慶是釘啊 慶就是釘 喔 OK 好 我是外洋人 好 謝謝 但是OK 我們要知道周期頻率 那接下來的長中鏡 這個 所以假設呢 這個波 我是這樣子 波比較大力 波是長這樣 我的波小力 波會長成怎麼樣 同一條繩子 我的波小力一點 波 蛤 為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誰願意來試試看 等一下 就什麼意思 這個波 我是大力波是波成這樣子 假如小力波這個條繩子 會變成怎麼樣 波長比較長 不是 波長 不是 不是 那個是 同樣的長度 但是 它 高低似乎比較低 你同樣的長度 在講說不要 正宇上升好不好 什麼樣的長度 我哪有正宇上升 我哪有正宇上升 什麼樣的長度 你剛剛講說 政府變選 政府變選 是啊 是啊 誰又這樣長得講 好不好就是 就正宇上升 我跟你說 波風跟波補比較 還可以 波補 不是 假如有 而且他跟你這樣子 喔喔喔 這什麼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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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阿羅上升 還是還有正宇上升 幻庭上升 幻庭上升 什麼東西啊 你上升是不是跟大英老師這樣 在後面 在後面 十一刻的唱 什麼東西啊 好 沒關係 我有嗎 我不知道 雞姐 我知道 好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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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呢 我們力量小一點的 它這個長度並不會改變 它改變是這個地方 這叫什麼 這叫頻率 HUBER 錯 頻率是 美妙性質 政府 政府官員 這叫做政府嗎 那是馬英九 那個是馬英九 那個是王警 這叫政府 這叫政府 高低 你越大聲呢 它政府越大 這是橫波 那重波的 重波的政府 你知道嗎 重波的政府會是什麼 蘇密波 蘇密波 蘇密波的政府會是什麼 就是 玩一個 都可以跳這個地方 好 蘇密波的政府會表現表現 但是你知道 這樣 蘇密波 蘇密波它是不是會改變波長 這樣子嗎 不會 蘇密波 我們講的 我們先放個蘇密波 好 我們來跟照蘇密波 跟橫波的環境 好 假設我們現在用 黃色代表 就是蘇密波的 比較強的 它為什麼呢 它會是這樣子 好吃 你要不要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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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東西 酷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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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精醜 吹 我还在哭 干嘛 下次笑到你了 好 说黄色了吗 那的话 蓝色会怎么样 蓝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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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大一点 真的不会定定 要把东西在五六分之下 拿走 好 这样大概可以 改变到叉音机在哪里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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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叉音机 什么叉音在哪里 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同 而且不管长长 只要长长长是一样的 颜色不同 颜色不同 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找到书密比较难的增点 有嗎? 我覺得都很好跟別人 我的意思是它樹蜜的差異比較小 什麼意思? 就是蜜的地方跟樹的地方差異比較小 可是你畫的都差很多 那我畫好一點點嗎? 我已經懂了 比較強的呢 樹蜜會差很多 很蜜的時候很蜜 很酥的時候很酥 懂我意思嗎? 這是指重坡的強或吃分 橫坡的強很簡單 你看它的高低 高低一點點的表現很多的坡 證幅很小 如果很強的橫坡呢 它的高低幾乎很大 它的證幅很大 可是就講話的樹蜜坡來講的話 怎麼去定坡場 就很難定了 我講話很大聲的時候 那個坡是明亮很清楚 我講話很小聲的時候 我的明亮很清楚 安靜 這個證幅是這樣寫的 跟證幅沒關係 證幅 震動的幅度 震動的幅度 證幅 證幅 不是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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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幅 OK 好 所以我們這樣的頻率知道了正幅 知道了周期 知道了 幅度 播長 什麼叫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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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長就是 就是 播長 就是每個周期 播所走的距離 OK 一個完整的播所走的距離 就是播長 播長 這樣定義很簡單吧 是不是很簡單 對對對 好 什麼 對 現在再講播數了 那什麼叫做播數 什麼叫做播數 喔 我知道 播數就是指 Winner T 什麼東西 喔 播數就等 什麼東西的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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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講看 速度 什麼叫速度 速度定義什麼 又來了 速度 那個 那個 波長算是 周期嗎 什麼在哪邊 波長算是周期嗎 波長不是周期啊 波長的時候走一周 波長是距離的 距離的單位 喔喔喔喔喔 沒有 那周期是什麼單位 周期是什麼 周期是 周期是什麼 圓 還有 一段 還有朝鮮 就是周期是什麼 周期是什麼 不長度 質量 喔喔喔喔喔 長度 怎樣 周長 欸周期怎麼是長度 周期是時間 周期是時間嘛 齊啊 我們剛剛講過齊不是一段時間嗎 喔我練齊過耶 齊啊 誰是奇怪 奇怪耶 喔 誰講過 為什麼魚肉不見了 誰是龍 蛤 沒有 螢龍牠不見了 忙人模像 我先把蠻麻糬 那個 魚肉那麼巧 你還叫魚貓 好啊 魚貓有效耶 什麼魚貓 我不知道 好 沒有 ok come back ok come back come back 那什麼叫波數 速度可以定義一下 剛剛冠婷說的速度的定義是什麼 距離處理時間 距離處理時間 好 簡單講的是距離處理時間 它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 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三個 意義是三個 跟小朋友 三個小朋友 好 三個小朋友 速度的意義是什麼 速度的意義是什麼 蛤 速度的意義是什麼 速度的意義 驚異 意義是 喔 你怎麼在這裡想這些東西啊 對 那是剛剛的小螢幕 你先去開玩笑 先去做福利益的十個 漂亮喔 好啦 好 速度就是那個 怎麼樣 速度的意義 速度的意義 我們馬上直接出了 每單位 每單位 每單位所走的距離 就是ST啊 對 什麼ST S2T 手走的距離 好 我們來想想看喔 我們來想想看 這個波 這個波 我如果是這樣子 欸 這個波我如果這樣子 這波開始 嗯 就開始往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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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是這樣子 持續的弄 還是 就開始一直往前傳 那就往前傳 漂亮喔 我一個波 跟連續的波 速度會不會一樣 那種會嗎 一樣對不對 一樣的速度嘛 所以我只要知道什麼 我只要知道說 欸假設啊 我知道一秒鐘幾次 每次多遠 每次多遠 多遠 每次走多遠 每次走多遠是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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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多幾是什麼 波 波 走起 波速 波速 頻率 結果是 每秒幾次 每秒幾次 滑 對不對 層上 波速 每次 多長 每次走多遠 距離 每次走多遠距離 好 等於什麼 兩個相場會怎麼樣? 誰會約掉? 我 你會約掉 四位約掉 四位被約掉你 我已經把吃給約掉了 所以感覺什麼? 秒分之距離 有沒有這樣問 這是S啦 這S是Second的意思 不要不要不要 是秒分之距離嗎? 來 S 你還是騙我 我沒有騙你啊 我沒有騙你啊 就是秒分之距離 那你要堅持你的想法 你換什麼? 距離的英文是什麼? 距離是英文有很多種 它可以用Lang GGH 不是,你們用什麼? 代號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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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GDL 是 所以距離 數量秒 是不是就是速度 是不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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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就是波數的意思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 每秒鐘幾次 這是什麼? 那是頻率 頻率嘛 一次多元 是什麼? 波長 波長 好 這就知道波數等於頻率成這樣 波長 好 OK 專運 神速 所以老師 這個 距離時間 所以等於說 拖速的就是拖了速度 拖的速度 可以這樣講 對 算好像個速度一樣 是的 好,對不起 你請願時間 現在什麼時間 時間 時間 還有十分鐘 因為沒有 我沒有手機 欸 這位先生 他 沒關係 你可以拿進來做 好 他坐得上 老師一早 你們有請到 好 所以說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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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頻率 然後 時間 然後 距離 就是頻率 波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 再看一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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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 你在猜喔 沒有 我已經有點搞怪 因為把他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就講到完全被你 這個波 行的這個波 走完這個波 所需要的時間是周期 周期 好 走完這個波 這個波走多遠 轉運繩子 走多遠 波長 波長 它的距離是一個波長 那我們就 我們以前學過速度的計算方法 是什麼 是不是距離 ST 3T 是不是 我們速度是不是等於 F3T 所以等於什麼 RT 大T 分爛 分爛 是不是 好 這是一個波難 一個波難考慮 那請問一下 T跟F的關係是什麼 在這邊來看 有沒有看到 T跟F的關係什麼 FART T跟F什麼關係 T跟F什麼關係 T跟F沒有關係 好 倒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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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想 怎麼這樣倒數關係 F是什麼 每秒幾次對不對 是不是一秒幾次 這位先生 他一直講會打我 每秒幾次 T是一次幾秒 T誰 F次 假設 F5是 每秒F次 每秒F次 那周期多少 F次 周期就是 FT 什麼叫FT ST 什麼叫ST VT VT 想清楚再講 TS 頻率如果是5的時候 表示什麼意思 哦 頻率如果是5是什麼意思 就是 每五分之一秒 走一次 對 那就是1秒5次嘛 1秒5次 我現在在講頻率是什麼 哦 頻率我每秒5次嘛 我如果F100 表示什麼 每秒100次 每秒100次 對不對 好那我再看看周期 每秒如果140的話 我的周期多少 100分之一 OK 是不是 F跟T的關係 對對對 就是什麼 就是 F等於T分之一 或 T等於T等於F分之一 兩個會導數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看看這個關係哦 V等於F乘以爛檔 那F等於什麼 F等於F F等於T分之一 ficiente 平動之一 是不是T分之一是Landa 對 Therefore 對 T分之Landa 這支跟我剛剛寫子一樣 T分之Landa Landa 跟這邊是一樣的 L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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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ゃん清楚了嗎 有問題 有問題 好 看起來有問題 但是沒關係 讓你打的名字沒有寫一句 為什麼不寫讓你打的 所以說 所以我們應該要寫 這麼強的句話 你跟我們其實可以 停 你是時候會跟我講話 好 為什麼不要臉 我 我 我要寫 好 給黃寫了 好 聖傑你要做什麼 沒有 我就 你是等於什麼 S 嗎 什麼 S 波長是那個 波長是浪達 課本上就用 S 啦 反正它是個距離的意思 那未來你們在讀大學讀高度 就用浪達就表示了 習慣上就用浪達就表示 為什麼 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路嘛 不要承認我講路 路啊 樂安是真 他寫 但他覺得也是這樣 你說哪個是什麼 就死 來 啊 快看到它了 哇哇哇哇哇 OK 那個 第四 那個 回聲什麼是回聲的 什麼時候你會聽到回聲 我知道 深蠻窩 撞不到一個大大物的時 我先舉手 反 OK 就是 當你發作的深波 撞到戰海物 會產生反射的現象 然後那個反射如果彈灰 你原本的地方 就要回聲 OK 講得非常好 就是 我 打出去的聲音 撞到一個障礙物之後 他如果反彈回來 反彈回來之後 那個叫反射嘛 就是拖進去跟反射出來的拖 被我又聽見了 這時候就要做 我聽到這聲音叫回聲 你去山 你去山 對我在那邊喊 我這樣對我在那邊山喊 哈囉 會不會有回聲 可能會有 會 只是你會聽不到 只是距離太遠了 OK 搞不好已經被風吹亂了 一喝一喝茶之後要回乾 好 大家都可以打他 敲他敲他 請用力 請用力 好 好 回聲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那請問要回聲的條件有什麼 回聲的條件是什麼 我剛剛就是 回 回聲 回聲 這有什麼條件 聲音 大家有聲音 我知道 我們有聲音了 那這個聲音要產生回聲的條件是什麼 前部 前面的東西非常好 然後咧 然後咧 像我這前面有桌子 哈囉哈囉哈囉 我這樣可以讓你回聲嗎 為什麼 因為 聲音要大到退 回聲要大到退 有啊 這個 我聲音很大聲啊 我這前面有個 有個 背後啊 我這樣哈囉 哈囉哈囉哈囉 有回聲 有回聲到我這邊 有回聲到我這邊啊 可是我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因為怎麼樣 因為那個很奇怪 他會被 吸著 不要太近 不是太近 不會 因為太近 所以對別人講太近 太近 會有回彈 還有回彈 但是我沒辦法分辨啊 我的耳朵 射不出來 所以我回聲有幾個 第一個是 前面一定要有傷害不住 第二個是 要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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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聲音打開 因為我們的耳朵呢 分辨率有限 如果聲音太靠近 聽不清楚 所以有些東西 如果講話很快的話 老實會聽不清楚 因為我沒辦法分辨 你說什麼 大叔 小叔 你這時候 你好帥 那時候不想放 沒有錯 就你兩個都說了 你知道嗎 你兩個都說了 你兩個都說了 有 你再說一遍 客家了 我不知道你當事 客家了 大家好 我聽不清楚啊 但是我這兩個都說了 所以你又是大夫又是小 到底是哪一個 我就是哪一個 好 好 好 我現在有個人站在這裡 他對這邊喊聲音 哦 太恐怖了 這邊呢 有一座山是這樣子 會不會有回音 會 當然會囉 要往上彈 對 往上彈 我們都學過反射定義嘛 我的波障過來 會波到人家彈 欸 真的 你這樣就不對了 那要怎麼樣 來 你看你波障 它是有這樣子 然後又來認 所以它會有個鞋子 那會有鞋子 停 停 然後那邊會有個鞋子 他就這樣 丟 打到這邊彈彈他耳朵 然後這樣 沒有 沒有 這個聲音呢 這好像是一個水波一樣 水 咚 那是這樣子 那我只取 我只取這一塊來畫 我已經懂了 我已經懂了 好 它這邊有往下 不是往下轉 它撥還是往下走 所以波呢 會往上彈 很奇怪 這樣的山是沒辦法清的 反射波的 是沒辦法回音的 所以我要找一個山波 那是雙波呢 是這樣的山 就有機會產生回音喔 對 要比較直一點的山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山上 你上面很多樹 我如果很多樹 回音 不可能 下課 這個腳就是 我如果上面很多樹 好不好產生回音 會不會吸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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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表面不是光滑面 因為它打到之後會 換樹枝那一個架 這個原因就是像說 我假設看到這個面 很光滑 我是不是看到導引 對啊 因為它反射過來 假設我上面放一張紙 你看到它導引嗎 看不到 為什麼 看得到 不要滾 我去看到紙針 看到導引嗎 為什麼 因為它 它的 因為它表面粗糙了 表面粗糙的時候 你的光打過來 本來還是會反射 但是有些就散射掉了 到你眼睛的光不集中 它就不清楚了 所以那回音就不清楚了 所以 假設這上面是有樹 很多奇怪的樹的話 樹會吸收 會把東西散射 回音就不集中 可是如果這是一個光滑牆壁 這是一個平的牆壁的話 那回音會很好 回音會很清楚 OK 所以你去音樂廳 音樂廳是會有回音 音樂廳想要有回音 要 想要有回音 準備想要回音 它回音會跟你的聲音 會同跌 會亂掉 所以那音樂廳的設計 它會盡量讓你的聲音 不會反射回來 它會吸住 一個是吸住 一個是它角度設計 會讓聲音 會散射掉 回來會回音 會混亂掉 你原來的 我們不是這樣那個爽 我們要聽清楚 唱歌都會演戲 或者是表演者的那個聲音 所以我們要去回音 OK 下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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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